立陶宛又开始自掘坟墓 不仅让美国在其境内永久驻军 继和中国撕破脸之后 还口出谎言要推翻整个俄罗斯 这件事拜登都不敢干 大家好 我是郭彦牧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见过被美国试图进行精神控制的 还没见过为了美国进行自我催眠的 作为美国头号拥护者的立陶宛 在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得罪透了之后 再一次充当起了美国的发言人 对着俄罗斯大放厥词 称普京及其整个政权都必须下台 因为他们太好战了 对此俄方也发出警告 称立陶宛此举不仅会导致两国经贸关系彻底中断 还可能导致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临时代办级 没开二度 在外交降级的道路上 立陶宛继中国之后又将拿下一城 立陶宛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厄斯兰兹贝吉斯表示 俄罗斯已经配出了文明的世界秩序 之后还将会对包括北约在内的国家发动战争 而这源于俄内部政权本身的劣根性 仅仅是普京下台远远不够 此外兰兹贝吉斯还揣测 普京目前已经无法触及所谓的核心圈层 但这并不影响这个国家的好战 因为他们向极了当年的德国纳粹 说到纳粹 泽林斯基刚在社交平台上翻车 发布了支持纳粹士兵的照片后 秒删 美国和乌克兰正愁怎么压一下这个热度 立陶宛又将话题挑起 添了一把火 乌克兰新纳粹主义图谋 昭然若揭 美国双标反恐 轻纵无视 究竟是谁好战谁纳粹呢 对于俄罗斯政权本身 即便是美国至今都不敢随意智慧 也只能停留在单纯的意识形态对立 和人道主义构陷 奈何立陶宛实在太有勇气 在这位外交部长公然叫嚣 要彻底推翻俄罗斯的当天 立陶宛议会就自己投票 将俄罗斯正式列入支持和实施恐怖主义的国家 而上次提出这一议题的美国 也只是将俄罗斯定性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况且至今也还没得出确切结论 美国忙着拱火俄乌 而立陶宛却忙着拱火美俄 立方标榜在这场俄乌冲突中 自己是欧盟中第一个禁用俄罗斯能源的国家 同时还宣称 他们的国家正在寻求美国军队的永久存在 以确保自身安全 并希望苏瓦基走廊也效仿这一做法 而这条走廊位置太过特殊 不仅接壤立陶宛及其盟国波兰 还将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 加里宁格勒菲蒂连接了起来 如果美国在这里安营扎寨 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动荡 立方都可以在美方的保护下 正大光明的进行贸易流通 确保自己的亚欧供应链长盛不衰 这样的话被中国台湾嫌弃的劣质产品 也能悉数倾销 只能说立陶宛如意算盘打得太响 小国上蹿下跳 先把大国给安排明白了 针对这一提案 兰茨贝基斯表示 希望下个月北约开会时能达成共识 可以想象美国大概不会理会 之所以拱火俄乌冲突 就是因为美方不想动 一兵一卒就实现对俄罗斯的制裁 如果顺了立陶宛的心意 美国将军队驻扎在可能威胁到俄罗斯的地方 那美俄双方必定会起正面冲突 美国那么爱惜羽毛 怎么会在关键时刻步入雷池呢 俗话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立陶宛此番树敌太盛 严重触碰了俄罗斯的底线 因为他诋毁的是一个强国的领导人和政权 侮辱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气魄 真正能解决立陶宛国经贸危机的不是霸权主义 保护下所谓的安全走廊 而是世界秩序恢复和平稳定 而真正能结束战争的方法不是彻底消灭俄罗斯 而是美国和乌克兰收手 立陶宛已经在对强权的依赖中迷失自我 只是真把事情惹大了 美国又会帮他几分呢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